方向明确 政策托底 中国的资本市场惊艳了全球的投资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中国的股票是和刺激债划等号的 很多的时候外国的机构把中国股票当做一个对冲风险的标的 但是最近的话可以说风向完全的转变了 随着我们多项政策的组合权去刺激经济 尤其是我们是前所未有的力度去关注整个经济复苏的情况 那么在外国这种特别出名的 比如说David Tepper对冲基金的经理 可以说常年霸广前五收益的人 也开始说买入中国 并且买入什么 买入everything 所有的东西全买 他现在整个配资的时候就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仓位 全部都是中概类的股票或者是一些其他资产 还有我们要看到整个中国市场现在是否是走一个风牛 还是和以前 不要用以前的思维去考虑现在当前的形式 因为现在我们是做了很多的转型 第一点就是如何从土地财政转型 而且最近我们释放的一些政策 就是比如说扶持房地产 现在的话几乎也可以说是只跌了价格 而且随着整个贷款利率进一步的下降 还有就是我们通过降准0.5一直跟大家聊 我记得7月份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 我们在9月份或者10月份肯定是会进行降准的 那么降准你要知道跟大家聊过 你直接降息可能会把银行的资金直接往外去逼出去 但是降准是需要通过一个派生货币 所以说我们大约释放了长期流动性1万亿 这次降0.5 现在平均是6.6 可是我们的底线是5% 大家要知道 也就是说我们释放的资金最多也就只有3万多亿 你看似不多 可是我们要了解 我们现在去鼓励整个的资本市场上涨 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 不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而最主要的目的是缓解整个银行端 还有资产端 还有我们负债和房地产的压力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整个中国的保险行业管控的资金大约是30万亿左右 30多一点 保险行业有一个规定 就是它最多可以配资证券这种股权的这种股票的价值是45% 然后还有社保基金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各个部门的 你就像社保现在大约是有6万多亿的结余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 所以说当把这些资金全部的挪入到股市的时候 你就可以考虑中国的市场会长成一个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这一次主要做的 你可以看到社保或者看到整个这种保险行业的资产端 现在保险大部分的资金不是存款了 就是买债券了 现在整个的配比股市可能只有6%点几 当时我记得保险端去购买股票 单一股票最多是不能超过10% 然后前几天也跟大家聊过汇丰银行 就是平安的话去买汇丰 买到了9%点几 甚至都超过了先锋银行这一类的国外的知名投行基金 然后我们回聊了整个的中国股市 今天成交额达到了1.4万亿以上 而且全天的话有5100多只股票上涨 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 哥我看到现在这个股票我都已经慌了 我说你慌什么 中国股票难道出现千股涨停了吗 没有 这种情况下的话没有以前特别的风牛 只不过是属于一种情绪的反弹 而且我们是属于长期的被价值低估 或者说被故意的抹黑 但是你随着我们一些政策 比如说让外国人可以来我们这边 这种停住144小时 然后外国人去看到了我们中国的高铁生活环境 然后就整体都会发现和外媒宣传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中国的资产有中国特殊的价值 当然它背后也有一定的逻辑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外国资本 一直我们都是宣扬友好态度 就是你可以进来长期的投资 但是我不欢迎你进来 炒一波以后拉高你就走 这样的话你排排屁股走人了 你最后把一堆烂摊子全部留在了这里 而且很多人说我们自由不流通 那你现在看整个的香港市场 人民币汇率的话一直都在持续的买入 这不是不流通 只是我们相对来说去控制一部分流动 因为很多的人是愚昧的 就是像现在还有很多人是自卑的 总是觉得比别人低人一同 甚至觉得别人头发上的黄毛就比你高级 这完全是一种木墙甚至自卑的一个表现 然后就觉得股市涨了这么多 我害怕了 你害怕什么 有什么可害怕的 你的背后站着的是谁 最有趣的就是这几天的朋友圈 可以说一些从事金融行业的 就开玩笑说领导发话我发力 两横一竖就是干 你会发现整个的资本市场已经被打入了鸡血 而且我今天下午的时候给大学同学去打了个电话 它是在一个返税园区 他说从八月份左右的时候 整个的国务院就下文 对于这种返税园区的话 现在都停止返税 而且整体的政策 你会发现我们开始通过不同的途径 去弥补土地财政的缺失 而且未来的话 我们还会进一步的 就比如说跟大家聊过的金税四 或者可能的房地产税 可能未来都会实现 但是我们要知道 整体的经济一直都在持续的向好 而且也是一直和大家强调的 我们是K线形态的复苏 也就是说落后产能我们不需要 但是高新产能的话 我们是一直的扶持 然后还有就是整个的市场 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忧 但是外部的因素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会出现的问题 尤其是美股 为什么这么说呢 美国现在的话 直接下调了50个BP点数 承认了它自己的经济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然后11月份 他们吵架就会决出谁赢 但是这两个人 无论是谁赢 他们都会大笔的增加美债的开支 也就是说载卖野田不心疼 所以说只要闭着眼睛就花钱 去刺激整个的经济 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会引发美联储进一步的降息 和整个全球市场出现 这种细微的变化 就像跟大家聊过的 降息才是危机出现的开始 所以说对于这一次 整个中国经济 或者是整个资本市场的反应 不用特别的乐观 也不用特别的悲观 用平静的心态去看待 发生的事情和没发生的事情 全世界只有这两种 没必要为了没发生的事情而过度的担忧 而发生的事情 你首先寻找到起因 并且决断这个事情 未来会如何持续的发展 就像我前几天跟大家聊的 我一直以为 中国的资产增长以后 会吸引黄金或者是虚拟资产 或者一些其他资产的流入 但是我发现我错了 就是有的一些年轻人觉得 这个市场就是好 它不会流回来 所以说走出的钱 也不一定会全部回来 但是有意向走出去的 未来一定会回来 还有就是整个黄金的预判 黄金现在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 它已经完全缺少了上涨的动力 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就知道未来应该如何的去处置 今天我们就闲聊到这里 这种情况下的话 谢谢大家